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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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要介紹 美國的周遇器C28X的晶片 就是說我們這門課 即將要用的晶片 那我們會介紹它 比較細部的一些規格 讓同學有一個比較 比較清楚的一開始的了解 知道說我們所要用的 硬體到底是什麼 在往後課程中 我們會介紹到哪些 相關的硬體的周邊 可以來做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內容 然後我們來看 C28X晶片的概數 主要是它有內建乘法器 它是單一指定週期 而且它是多條內部的匯流牌 它利用哈佛匯流牌的架構 然後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什麼是哈佛匯流牌的架構 然後它也有特殊位置的解碼模式 主要是說這樣的硬體架構 主要是為了某些DSP的運算 它透過硬體設計的方式來加速 我們在軟體上的一個 演算法的一個速度 所以它會有一些特殊的解碼模式 我會大概提一下 然後接下來 它也有一些可乘數化的快取記憶體 然後它也有零負擔的回軒計算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最後是它大量的IO介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說 它每一項大致上什麼意思呢 它所謂單一指定週期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來看說 我們所謂工作時脈 就是說我們把衣除上我們的 時音的這個震盪頻率 乘上倍頻處理器的倍數 就是說我們知道每個chip外面 每個處理器外面 DSP外面 我們都會接一個時音震盪器 然後這個硬體裡面通常會做一些倍頻 例如說內部chip裡面會做一些倍頻 把外面的外頻 就是時音震盪器的頻率 乘上多少倍頻 那乘出來之後 你必須導數嘛 才知道說時間嘛 因為這是頻率 導數就是時間嘛 所以它的時脈週期 當然是移除上頻率嘛 所以等於工作時脈週期 是移除上這兩個相乘 接下來我們知道說 每個machine cycle 每個機械週期 基本上是由一個或是多個 工作時脈週期 就是說由clock cycle所組成的好幾個 成為一個machine cycle 也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chip裡面 我們能完成一個最簡單工作的最小單元 我們用machine cycle來說明 接下來一個instruction cycle 一個instruction cycle 可能是一個機械週期 或是一個以上的機械週期所組成的 好那我們所謂知道說 在我們DSP或甚至在任何處理器上面 我們知道說 一到任何組合語言 我們通常經過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我們指令的提取 fetch 甚至在接下來做decoding 在decode解碼 必須把這指令解碼 知道說它到底包含哪些動作 哪些命令 接下來再去執行嘛 最後再把算好的資料 儲存回去記憶體 所以包含這四個動作 在一到組合語言指令裡面 通常經過這四道動作 也就是說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 單一指令週期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多重匯流牌 或pipeline的方式 將我們剛才講的四個動作 如果再重複多執行幾次的時候 平均可以在一個指令週期中完成 所以剛才講說 所謂單一指令週期 就是說 假設我們透過這樣的 多重匯流牌 或是pipeline的方式 我們在執行剛才那四個動作 如果我們很多次執行的時候 我們平均起來 它可以在一個指令週期中 指令週期中完成 然後我們知道說 我們剛才講的 指令週期基本上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提取 第二個是解碼 第三個是執行 最後是儲存 所以一整個指令週期 一個instruction cycle裡面 包含了兩個 一個部分是提取週期 一部分是執行週期 那提取裡面包含提取跟解碼 那執行包含執行完之後 儲存到記憶體去這樣 好 那我們知道指令週期裡面 從一到指令 從執行到 從開始執行到結束 稱為指令週期 instruction cycle 當然每個指令週期中 又分成剛才兩個 一個提取週期 fetch cycle跟執行 cycle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圖上所示 好 那其中執行週期 它定義為什麼 就是說 從執行一到指令開始 並將結果 儲存到記憶體中 這樣結束 叫做一個執行週期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 這個28X 它基本上它的記憶體架構 是 哈佛架構 好 那我們講哈佛架構之前 我們現在提到 這個 風流曼的架構 那風流曼的架構 它基本上它是在 1930年 這個 由這個美國數學家 風流曼所提出來的 那當時所提出來是說 它一個 Processor 就是我們處理器 它跟記憶體之間 它是由單一會流排 就是說 它 不管Program Memory 或是程式 程式的記憶體 或是 資料記憶體 都是透過一個單一會流排 不管你這個 這個 處理器 是要讀資料 或是讀程式 都透過同一個會流排 來存取 那它的壞處就是說 你這邊 記憶體 跟你的CPU 只有一條 路來溝通 好 那怎麼辦 當如果你在程式執行的時候 我們知道程式執行 有時候需要執行 去讀取我們的程式碼 有時候要去存取 有時候要把資料 存回去我們的記憶體 資料的記憶體去 所以等於說 你只有一條路 變成說 有時候你要抓指令 有時候你要存資料 會打結 那怎麼辦 從前架構怎麼樣 做完才能做下一步 因為它只有一條路 所以現在提出一個 哈佛架構就是說 由哈佛大學一個 另外一個人提出來 在1940年提出來 它用雙重記憶體的方式 用雙重匯流排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有兩個bus 一個是for 一個是for程式 一個for data 一個是給程式 來用的記憶體 一個是從資料來用的記憶體 那這樣大家就不會打結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當你在讀取下一個指令 在fetch的時候 三個指令再存的時候 你下一道指令的fetch 就可以做了 因為它們兩個是 用不同的資料或流排 就不會說 大家用一條路 比如說我還沒存之前 我不能先去讀取指令 用這樣的方式 比如說 我在還沒存完之前 我就可以先去讀指令 這樣可以加速它的速度 所以整個速度上 會比風流慢的架構快一倍以上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特殊解碼方式 我們剛才提到說 這個C28X晶片 它有特殊的定值方式 那例如來說 我們之前 在DFT裡面提到說 我們有一個 我們要計算我們的環狀璇 Circular Convolution 那Circular Convolution 它有一種環狀定值模式 叫Circular Addressing 那Circular Addressing 基本上它寫的公式是這樣 我們記得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之前有沒有學過這樣的公式 這邊是有個Module的概念 對不對 那Module的概念的話 是不是都算一個環狀定值方式 那如果你要寫層次的話 你就必須自己去做這樣的 這樣做的 這樣做的 做這樣的環狀定值的方式 那有一種方式 可以透過硬體 來幫你做這樣Decoding的方式 可以加速你在 減少你軟體上的負擔 好 所以另外一種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要做負力的轉換 這邊還沒提到 但是我們在後面單元 我們會介紹 快速負力的轉換 也就是說我們來加速 計算我們的DFT 好 它這邊需要一種 叫做位置 位元反制定值模式 就是Beat Reversing的方式 那Beat Reversing的方式就是說 假設是我有三個位元的位置 那這個是000代表是0 它Beat Reversed還是0 因為它前後Beat對調 如果是001 是1 前後位置對調變什麼 100 這位置變4 所以它會這樣對調對調 那這樣對調 它可以透過硬體方式 幫你做這樣的定值方式 可以讓你省掉說 你在軟體上要做這樣額外的處理 好 最後講一個0負擔 0負擔的回圈計算 有時候我們在做 DSP 運算法的時候 我們常會用到一些回圈 像剛才的 FFT 或DFT 都需要回圈 那如果你在高階語言 執行回圈的時候 你用軟體去計算回圈的次數 來決定是否這回圈結束 那你就必須 額外多這樣的軟體的 這項 的 overhead 所以DSP 可以利用硬體的設計 讓你說在自行回圈的時候 不需要再透過軟體來做這樣的事情 可以直接用硬體 可以至少節省了不少時間 好 各位同學 在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介紹了 C28X 基本上它的特色 晶片的特色 我們介紹了許多 例如說 我們從計算機組織所提到的一些概念 我相信這些概念 對同學來講 例如說 來了解這個DSP 是有一定的幫助 在下一個部分當中 我們要來介紹更詳細的規格 在我們這門課所用到的那個chip當中 例如說我們是28027 我們要更詳細的介紹 28027 它詳細的規格是什麼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下一個part吧